大家好,咱们现在在尔湾的花果山Ultra Hills 来看一个我们公司新上市的4152尺五房六位的大独栋 这个房子还蛮有特点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你看刚进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会客厅 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央的一个庭院 因为加州的阳光很强,每天总有时间不能在院子里 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作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在一楼呢,有一间独立的卧室,并且有两个卫生间 第一个卫生间呢,是给客人用的,就是这间 然后咱们再往里走呢,这里的卫生间呢 就是给这间卧室用的,里面是带洗浴的 它总共是五房六位嘛,所以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边呢,是位于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衣橱 咱们看一下,这个卧室的采光还是非常的好的 一直都有阳光撒进来,面积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呢,咱们回到了它这个大客厅 这个客厅是非常宽敞的,这是一个宽面的大渡洞 大倒台,然后你看有三扇大的玻璃推拉门 并且呢,庭院的这个特点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把客厅通向中央庭院的这几扇推拉门打开的话 就相当于把客厅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这个设计呢,还是蛮有意思的 咱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后院 它这个面宽真的非常的宽 这么大 然后你看它这个庭院后面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一直都有阳光,可以照到客厅里面 并且呢,你看它这个侧院 它这个面积也是非常宽的 咱们往下拍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宽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个是有潜力做一个这种拐角的 这种折形的这种用池的 接下来呢,咱们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你看一共是五扇窗户 采光是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客厅的面积也不小 在客厅的旁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洗衣房 然后它里面是有水盆的,还有橱柜 这个房子只要大了,各处都能做得比较漂亮 你看现在进了这个大主卧 这个大主卧,你看这个有多大 然后一共是有五扇窗户 而且呢,它后面是没有遮挡的 这个山呢,反正不怎么漂亮 但是如果是雨季的时候都是绿的 还是蛮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采光可以进来 这边呢,是主卧的一个大卫生间 占鱼浴缸全都有了 最里面呢,是它那个衣橱 在里面也是可以走的 这个房子呢,还装了一个新风的系统 也就是说你打开以后 外面的空气就可以快速的进来 夏天的话是很凉爽的 不需要开空调 这边呢,是一个次卧 也是有独立的卫生间的 你看这样就很方便 它一共是五间卧室嘛 全都是独卫 二楼就是除了主卧以外 还有三间嘛 如果家里没那么多人的话 可以用来做书房啊 孩子的活动室啊 这些面积都是不小的 这种卫生间多的户型呢 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这种 现在房子的趋势呢 是越盖越小 你像基本上现在新的都是 三千多尺就是很大的了 但是像这种四千多尺呢 全新的今年就见不到了 这栋呢还是比较难得的 如果约看房的话呢 大家可以单独的找我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